大家好,我是波卡多,最近因为Pokemon Go,使得神奇宝贝的话题再度炒热,让我这个青春一去不复返的七年级后断生,开始怀念起那些年陪伴我的玩具们,有模型的,卡带游戏的,发射弹珠的,塑胶片的,养小鸡的,等等,这次就来介绍一下波卡多我认为最令人怀念的玩具前五名吧,第五名,游戏网卡,永远不懂规则,却能让我们玩得很开心的卡牌游戏,长大后我还是不太懂规则,但永远会记得玩游戏卡时一定要大喊,抽牌,第四名,自驱 自驱车,小时候看着暴走兄弟,以为自驱车真的是说飞天就飞天,说爬墙就爬墙,所以把车子装好开始跑后,就大喊,冲发旋风冲风龙卷风,然后车子就掉进水沟里面了,第三名,红白机,洛克人,那只手会变成大炮的蓝色机器人游戏,除了打不倒的空气人使人无奈外,最令人难忘的就是那要画图才能记得起来的记录码,总是浪费了我好几本作业本在画那密码,第二名,怪兽对打击,只会养成敌剃兽的对打击,在当年每 每个教室流传一个对战获胜病毒码,AABBABC,不按下去,却从来没有打赢对手过,现在想想那是假的吧,对打击业障重压,第一名,当然是Game Boy,神奇宝贝,当时由于看不懂日文,所以不知道怎么抓神奇宝贝,只好只练一只小火龙,练到进化成坑火龙,一路破到第三个馆主,结果因为不会一次展坎术,就卡关了,最后终于受不了,决定还是先去买个密集继续玩下去,以上就是我当年怀念的五大玩具及游戏,如果各位还有想到什么,欢迎分享给我知道哟, 谢谢